从贵州回到广西老家第18天 终于把该处理的事情基本处理完成 我们也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继续出发 完成我们的目标 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 让我们身心疲惫 某些网友们的言论 更是让我们感觉压力倍增 年轻人真的太难了 努力或者不努力 陪伴或者不陪伴 好像都不能被这个社会认可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好,我是西哥 我是老师 我们现在又出到玉林来了 昨天晚上在家里面住了一晚上 然后今天我们就把所有的快递收集一下 其实一个人病了之后 需要用到的东西 不只是药那么简单 像我老爸这样的恢复锻炼 需要用很多很多的工具 这个是五公斤的沙包 到时候绑在他腿上 这样走路可能就没有那么飘 然后这些是棉裤 我老爸从来不喜欢穿这种裤子 现在必须得穿 因为他手没有力气 他穿那种皮带裤特别不方便 像这种就里面有条胶圈的裤子 棉裤是比较好穿的 就只能穿这种买了好几条 我们这几天把所有的快递收集好 拿回家以后可能又要出发了 又得出发了 估计又有些朋友会说了 我们怎么老爸这样子了 怎么又往外跑 我都不想解释了 这方面的东西真的是特别心累了 已经这几天经历的这么多 今天跟大家聊聊天 其实最近我们的事情挺多 但是压力最大的 也并不是说我老爸生病这个事情 也不是说家里的情况怎么怎么样 而是可能是我们太在意别人的说法了 很多人说我们不孝顺 然后为什么老爸生病了 又跑到外面去拍视频什么的 其实大家说我不孝顺可以 不要说何大陆 何大陆是一个未过门的一个 就是只是我的女朋友 她跟我家里面是完全是没有关系 她是跟我有关系 所以说大家嘴上留情 不要说何大陆 何大陆这个女孩子 其实挺不容易了 真的跟着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吃苦 你现在怎么样 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都无语了 是吧 我们两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可能就是这个了 太在意别人说的话 太在意别人的评论 一旦看到有什么不好的评论 尤其是何大陆 特别容易就是难过 可能是因为跟他这个身体 这个病情有关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太知道 很多朋友说 我们没有在家里面陪伴 老人生病了 为什么不在家里面陪着 我们是9月份 我老爸住院 我们是立即就是从 拉萨坐飞机回到了广州 那一段时间是赔了大概10天时间 差不多10天时间 在广州 还有在家里面 那个时候 我老爸的病情 可以说已经是转到 那个康复的状态了 然后我们就出去了 不出去不行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外面旅行 然后拍摄视频 通过这个来挣钱 那个时候其实心理压力挺大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跟大家说过什么东西 我们也没有像任何人去借过一分钱 要过一毛钱 也没有说像某些人 就是在网上开直播 求大家打赏 PK 我们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甚至我老爸刚在玉林坐院的时候 那个什么什么仇 过来问过我们 有没有这个需要 然后如果说我们有需要的话 他说 就筹一点钱 不多几万十万 这样子是可以筹到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接受 因为我觉得只要我能 我能到外面去工作 这些都不是问题 一切都可以撑得过来 我知道网上有些人 他评论 他是不会去了解这个事情的起因 还有经过的 他就只会评论 他就是想方设法 让你不舒服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们明知道是这样 也会感觉到难受 所以说我们就是太脆弱了 就说这一次的事情 其实我们前前后后 在家里面待的时间 也有二十多天 我老爸住院总共也就两个月出头 我们也差不多在家里面待了一半时间 有一半必须得在外面处理一些事情 包括我买的那个房车 我们是六月份交了定金 这个定金 房车的定金 不是说像其他车子那样子 是可以退 我们是自己定制的 包括板材的颜色 还有座椅的颜色 全部是我们自己定的 如果你是厂家 你愿意把这个钱退 退给这个消费者吗 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房车跟其他的车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车子是必须要买 也不是说因为我老爸住院了 就把这几万块钱放弃掉 不要了 不买这个车 那只会让我们生活 我们的所有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所以直到目前 就从头到尾 我们处理这几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确的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出去以后 我老爸在家里面没人照顾 其实我叔叔也把工作辞掉了 安排在医院那里看 然后需要什么钱 我们这边就付 然后我老弟也是从广东也回来了 也陪着我老爸的 医院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在看了 平时也有很多亲朋好友 过来看一下什么的 就已经完全没有这个顾虑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也要在那里呢 这样子的话根本就是 一家人所有的人 就把所有的收入全部放弃掉了 围着一个人赚 这样子是不可能的 我实话实说 还有个小事情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是先买房车 而不是先在老家盖房子 其实盖房子这个事情也是急不来 平时我跟我老弟还有我老爸 这三个人一家三口都没在家住 都是在外面工作的 所以这个房子根本就不用特别着急 一年就回去住两三天 但现在我老爸生病了以后 我们确确实实也是想着 在未来的一两年时间 把这个房子给他盖好 可能我这么讲了又会有人说 为什么是留我弟还有我叔叔 在那里照顾我老爸 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赔 其实换做是任何其他人 估计也会这么选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收入 比他们两个要高很多很多 那肯定是我们出去挣钱 然后他们照顾 这样子会比较平衡 这几天我们把事情处理完 可能又得出发了 即使还是有人说我们 但是我们必须得出发了 好多事情没处理 像我们在贵州有一台面包车 放在那里估计都发霉了 还有我们租了那个房子 也要过去处理一下 这两天其实我跟我老爸 跟我叔叔他们也商量了一下 要不要把他们一起带到贵州去 这样也好照应 但是看了一下贵州的冬天 可能是不太适合他 因为我老爸是中风脑出血 他那个手脚一遇到冷空气 冻僵了直接冻不了 血液不流通 所以说也只能说 在我们家里面像这种 二十多度三十度这种气温 可能就比较容易恢复一点 所以的话可能就等下一次 有机会再带他们到贵州去玩一下 贵州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不仅自己喜欢 也想带家里面的人去玩 真的很想带 让他们去看看那些 很高很高的桥 很高很高的山 很漂亮很漂亮的水 最主要是在贵州旅游那种氛围 可能他们一辈子都没体验过 也想让他们去试一下 露露 不行的话 我们今年等到过年那段时间 把他们短暂的接过来 一家人再跪着过个年 其实也挺好 到时候看情况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这是玉林的园博园停车场 其实以前这个窝还挺不错的 现在感觉荒废了 对 现在已经荒废了 这地方没人收拾 到处都是垃圾 所以现在也不推荐大家来这个窝了 不过风景也还算可以吧 外面就是一片湖 这个是我们玉林的玉东湖 之前也很多人在这里钓鱼 我老爸是脑出血9毫升 然后这个出血量不大 当时也没有进行手术 只是掉那个药水 让它自然就分散掉了 然后住院的期间 也拍了很多次CT 最后一次出院的时候 是完全看不到阴影了 所以这几天就观察一下它的状况 如果没有什么的话 后期就是靠它慢慢的走路 恢复一下了 家里面很多人也都会监督一下它 走吧 我们现在要去把另外那几个快递也取了 有可能就得先带回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